今年唐嘉宏在全运会竞技体操 男子个人全能项目 击败了爱马王子李志凯 赢得最终胜利 原本备战今年比赛的他 20号突然在脸书发文 我真的很难过 我人生最后一次 世大运结束了 亚锦赛世界杯 亚运世锦赛都结束了 唐嘉宏表示 自己在师大练习不错 但就在出国比赛前 突然被安排改变场地 回国训中心检测 结果造成自己 阿基里斯健全断裂 他在空中叫一声 那个当下其实我们就 觉得应该是糟糕了 当下下来一落地 躺在地上就跟我说老师断掉 就了解唐嘉宏是16号 下国训中心做检测 但就在地板项目的 热身过程中受了伤 受伤完礼拜五就 直接进行手术了 那手术完礼拜六 我们就出院 先回家来做一个调养 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这个是我们 所不乐见的 那么这个检测的目的 主要就是请一些国际的裁判 来针对选手所做的一个动作 看哪些地方 有需要再做一个修正跟加强 国训中心表示 只要重要比赛都会安排检测 也强调场地一切正常 教练虽然觉得可惜 但也认为优秀的运动员 会在逆境中成长 希望唐嘉宏好好复健 还是有机会拼明年奥运 过去他有亚洲猫王封号 没想到如今比赛前夕 却在国训中心检测受了伤 今年国际大型比赛几乎爆销 也难怪他会崩溃血下 努力为国家批命 到底谁能还他一个公道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还有 对